我們現在來到的就是COPE28裡面 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叫做開心農場 應該是永續農場才對 他們這邊要展現 就是他們如何在沙漠中 種植一些食用作物 包括像前面看到的玉米 這裡的番茄 還有前面的小黃瓜 我們要知道是 你要在沙漠裡面 種植這些可食用作物 最大的問題就是 水資源非常不足 他們用嚴格控制的澆灌系統 控制所有的水分 還可以回收再利用 說這個水的耗損率 大概只有10% 而且這些水還是來自 空氣中直接捕捉水蒸氣 凝結而成的灌溉水 來聽稍早訪問 他們告訴我們說 他們用的新科技 其實跟傳統一般的 壓縮機的冷凝水的 這個系統是不一樣的 耗電量只有傳統的10% 而且在杜拜這裡 一般的灌溉水 跟飲用水都是海水淡化 是非常耗費能源的 他們如果用這種新技術 來產生新的灌溉水的話 其實事實上非常的節省能源 當然也就能夠減碳 達到他們所謂永續環保 跟永續農業的目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我們下載TV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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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下載TV